第四章 玩黑神話悟空是這樣子的 就算你的等級夠高 但是你的靈光點 你的靈光點假如說不夠的話 基本上也是會打得非常的痛 像我靈光點其實 還不是很夠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這個第四章 第四章這邊的話有一個叫 睡浴池的地方 潘絲洞睡浴池的這個地方 來刷靈光點 首先來到睡浴池的土地廟呢 然後就往右走 找到一個有很多重檢的一個洞口 差不多站在這個地方就好了 叫出三外甥把 叫出三外甥把 你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叫出灰池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要叫出灰池的地方 你之後不用了 可以發揮人的地方 大棒 好 然後重點是呢 中間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這一隻的空檢輕鬆的清一下 很輕鬆非常的輕鬆 不痛 不痛打他 因為窗檢的攻擊力很弱啊 好 OK 基本上這一區的重點都已經清完了 我們就再回到 不必妙這邊 進行一個調息 補血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邊有總共二十六個重檢 然後每一個重檢呢 大概可以拿到一百零五個靈運 因為他這個靈運的話 是會很浮動 和你的出招是有關 所以有時候會拿到一百一十個靈運 但不管我們就一百零五個靈運來算 因此這一區這樣跑一趟 清完二十六個重檢 大概可以拿到兩千七百三十個靈運 所以這個靈光點呢 是用靈運來換的 一個靈光點呢 總共要拿到是九千九百個靈運 所以你只要說在這邊啊 打了一個小時 起碼可以獲得十六個靈光點 它和你的速度和這個 我們技法是有關啦 有時候你只要動作快 我認為二十個靈光點 在這個一小時之內 其實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一個大重點呢 那個老鼠 老鼠的技法 所以你上到 就是上到你的這個土地的地方 你的土地值黃橋 快要用完的時候 就會直接就用你的霸佛 就不然的話齁 你黃橋用完之後 就變成了 對 所以你只要就不然 敲 手外的靈性 可以炸一下 幾乎沒有什麼功能 就算有滿實力 我覺得動電力是還滿弱的 呵呵呵 把這邊都放進去 他還是沒三等 當然我這個打法 只是其中一條 所以我會看到 我的打法 也可以做 適合自己的調配 那一局呢 我主要是目前 來到 這次的 額外一段 給大家 打 所以 請千萬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那個靈運啊 其實不是重點 整個大重點 就是在靈光點 靈光點 這件事情上面 你看我剛剛這樣刷下來的話 也沒有到 多久 總共可以拿到六個靈光點 有靈光點就很好用 對不對 像我這邊 這個 增加法力啦 其實我現在很需要防禦力 因為我現在要打獨立大王 一直打不過 這邊 都可以給他架一架 從事呢 你講說打不過呢 趕快來衝一下靈光點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的話就是 這次的教程就到這裡